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圖表的部分 其實FocusSky它在圖表的部分其實還蠻不錯的 我們知道PowerPoint因為Office本身就有所謂的Excel 所以你要產生的圖表也是蠻方便的 但是它的圖表不只是單純的靜態的圖表 它是有動畫的 所以有些時候其實我們要給人家看圖表 如果你有動畫給人家稍微看一下 人家會覺得你比較用心 阿姨了解了齁 事實上都一樣 但是你看我們點進來 你今天想要在這裡點它一下 有沒有一個圖表就進來了 對不對 那這個圖表呢 你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它有一個專門編輯圖表的 就是說我不喜歡這個條狀圖 直條圖 你可以換成其他的這些圖可以馬上換 那重點是什麼 數據是可以自行輸入也可以用匯入的 比如說我們先用這個 趨勢圖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你看我們左手邊 這個進來 有沒有可以自行調整對不對 那如果你不想在這裡也可以 從右手邊這邊 是不是可以直接傳CSD 對不對 你把eSale的把它匯出來 變成一個CSD 一般來說 太複雜的 我們當然還是建議 直接在eSale裡面看比較好 因為在簡報裡面其實不好 不好操作 但是如果說 你要比較一個蓋鑰匙的 你透過這個方式 應該會比您直接在PowerPoint裡面 插入那些所有的數據來的好一點 所以您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這裡有 對不對 好 確定 我們預覽一下 預覽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了 這樣有沒有不一樣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你要展示這個的話 我就會通常會建議您 點到它 要怎麼樣 支架 因為這樣子 當您在看這裡的時候 我先在這邊 然後呢 告訴他 欸這個 所以你下一頁 有沒有可以 進來就看得很清楚 而且 真的看不清楚 可不可以自行中間放大移動 可以的 因為我們用Focus Guide 或者Press 它都有共同的概念 混輪放大縮小 所以這些內容 不會因為說 你當初在PowerPoint裡面 射的多大 就那麼大 好 所以您可以透過這樣 那您只要回來 像我這邊 回來 點到它 點到它 也沒就可以很快就移回來了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先針對 就是 圖表資料的部分 您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很輕鬆的把它加進來 那麼 另外呢 最後就是輸出的部分 輸出的部分 如果您用的是 檢體版跟所謂的國際的版本 它就有一些不一樣 就有一些不一樣 如果您是使用免費的方案的 免費方案的 在國際版本 您現在只能輸出到雲端 只能輸到雲端 其實在2.0 我們現在用這3.0 在2.0之前 是沒有那麼大的差別 是都一樣 可是到3.0之後它改變策略 所以變成這個部分 國際版輸出的就比較少 那如果您是檢體的 您可以直接輸出 除了到雲端以外 你也可以變成一個ESC的執行檔 甚至您也可以把它變成視訊 那免費版本的檢體版 視訊可以到DVD的品質 DVD是多大 720 乘以480 不算太大 但是至少有一定的品質 好 有一定的品質 那如果您是付費版 像我之前 我為了做一個DEMO 就是重要場合要用的 我有用付費版 那時候我是用國際版 好 國際版 順便講一下它的授權方案好了 老實講 國際版比較吃虧 一個月一個月算 或一年一年算 檢基版是怎樣 終身有效 差很多 所以看你自己選擇 OK 反正不用付費的 假設免費的 那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就是您注意一下方案就好 那麼甚至呢 它可以輸出到 如果您的就是那個 教學平台 可以匯入網頁的話 那它也可以輸出成 HP-Mail我們的網頁 HP-Mail 或者是您要在手機的APP上 也可以使用 像您現在手上拿到的 簡報就是我把它輸出成PDF 把它輸出成PDF 它就一整當 其實跟我們一般簡報一樣 簡報也是一樣的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那當然您在輸出的過程 不管是這個或是這個 您下一步的時候 它都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您的標題 還有如果您要在雲端上 以Press來講 如果您是一般免費版 是一定要公開的 教育免費版 才可以選擇公開 或者是個人 那 Focus Guide 您是可以自行選擇 就是免費就可以選擇 你要公開還是私人 還是私人 這個是在這邊就 再來就是您要 假設要上傳到雲端 您可以選擇您的類別 類別 那麼還有 他在載入的過程裡面 這些有他的什麼 關鍵字 還有這些簡單的 這些設定 您都可以設定一下 有沒有 你的作者是誰啊 網站在哪裡 描述在哪邊 一般來說 其實大部分大家都沒有特別設定 就跟PowerPoint的那個一樣 有沒有 他會有一個關於作者的 有啊有啊 製作的人是誰啊 只是通常大家都沒有 那當然還是幾款 鼓勵大家用進去 因為他在這邊 如果您要放在網路上的話 關鍵字跟描述 會讓誰找到知道嗎 搜尋情找得到 所以如果說您比較在意 會不會被找到的 這個一定要記得輸進去 因為這些關鍵字會影響到搜尋情 因為簡報的內容 他不會被找到 但是呢這些都會 所以再按下一步就輸出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可以齁 所以您稍微了解一下 如果說您想要了解更多 其實您可以到我這邊 因為我最近呢 有把這個部分 把它寫成一個部落格的文章 您在我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我的學習網 在右手邊齁 您點進去 應該是第二篇文章吧 應該是第二篇的 最近比較認真經理 好在這裡 這一篇 其實在我們教材裡面有 那我就寫得比較清楚 就是您手上那個簡報的那個 摘要就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因為我部落格上 我還會做用動畫的方式 把這些畫面呈現出來 可是在你手上的 就只能經紀錄在那裡 這還是有一點很不一樣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好那給老師試看看 您剛剛兩個部分 一個是圖表的部分 再來就是輸出的部分 如果您用的是國際版 假設你想要輸出ES1 它就會告訴你必須要升級 那如果您用的 剛剛安裝的是所謂的 簡體的那個版本 那就比較單純 它就會都讓你輸出 那也是 很難書